立法會選舉開始投票 交給梁海玲說說投票價最新情況 立法會選舉開始投票 票站在早上7時半開門給選民投票 一般票站的投票時間 會開放到晚上的10時半結束 市民帶同身份證 到通知卡指定的票站投票 工作人員會按選民的資格 發出選票、紙板和刻有剔號的印章 今屆立法會會期由11日開始 陰期四年 面對放選區和功能界別 降產生35個議員合共70席 我們記者陳日思現在在黃大仙 鳳德川一個票站 交給你講講最新的情況 梁海玲,其實現在已經開了票站 一個小時左右 這個票站屬於九龍東的其中一個票站 九東今屆有60萬名已登記選民 比起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多了四萬二千多人 而這次的選舉在九龍東這個區域中有十二張候選名單 議席有五個 五有三張名單競逐連任 今次選民有兩票 分別可以投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各一票 當中有三百二十多萬人可以投到超級區議會的一票 根據上屆的經驗 頭一個小時來到票站投票的選民只有大約百分之一 而今年值得留意的就是全港的選民年齡的分佈 和上一屆都不同了 五十一歲以上的選民是佔整體選民的超過五成 我們會一直在跟進選舉的最新情況 先將時間交給你 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呼籲市民行使投票權利 又強調有任何人士出現違規情況會依法處理 強調就是選舉需要公平、公開、公正和誠實的選舉 故此無論是候選人、助選團或者選民 希望都秉承這個原則來確保 今天的選舉得以依法和順利進行 我們會有關部門和票站的同事都會依法地確保 今天的選舉和投票順利來舉行 如果有任何人士出現一些違規的情況 有關部門有關同事會依法來跟進 接著看看選民有甚麼要留意 全港有大約378萬名選民可以投票選出屬意的立法會議員 全港571個投票站由早7點半到晚上10點半開放 選民要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按住投票通知卡上的地址去到所屬票站投票 地方選區選民會獲分配背面印有藍色圖案的選票 其中大約347萬名同時可以在俗稱超級區議會的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投票的選民 也都會獲得背面印有灰白色圖案的選票 選民要用票站提供的印章 在所選擇候選人名單旁邊的圓圈內蓋上緝號 再將選票分別放入藍色和白色的票箱 至於大約23萬個在傳統功能界別投票的選民 就要將選票放入紅色的票箱 選民在入了票站之後 除了不可以拍照、錄音、錄影 也都不可以用手提電話 或者其他的電子通訊器材 在投票結束之後 大部分票站會轉為點票站 即場點算地方選區的選票 而包括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 所有功能界別選票 將會運去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 中央點票站 而所有選舉結果 將會在中央點票站宣佈 無線電視記者李偉報導 行政掌公林振英在投票之後說 呼籲市民踴躍投票 又說立法會候選人並沒有棄選機制 在我們的選舉法例下是沒有棄選機制的 所以在將選票上面 所有的候選人都是合資格的候選人 我相信選民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選擇的 我們的選舉是民主選舉 在選舉當中的民主看完在什麼呢 是看完在選民他們自己的自由的選擇 選民是不需要別人教他們怎麼投票的 選舉消息講到這裡 先將時間交給你們 在選民方法定